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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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先要帮大家介绍 是全球定位系统当中的 坐标系统跟时间系统 整个定位系统当中 我们需要去描述 卫星在我们人们在地面上的位置 所以呢 所以我们先要帮大家介绍所谓的坐标系统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 第一个如何去描述每一颗卫星在太空上的位置 第二个我们要去说明接收端在地面上的位置 第三个我们要去定义统一的时间度量 这些都是在卫星地位系统当中 我们必须先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协助卫星定位系统正常工作 所以必须使用其他的辅助参考系统来配合 例如我们要全球通用的坐标系统还有实践系统 这样系统可以协助定义卫星在轨道中的位置跟它的运行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小节要帮他来介绍所谓的坐标系统 它是表示一个空间的位置 它本身有许多的不同的方法 那一个坐标它主要是借由定义它的原点 坐标轴跟尺度可以用来描述空间中的位置跟方位的依据 那我们通常最常用的是用一个二度空间的精度跟尾度 以东金跟西金 南北使用南尾跟北尾来表示一个用二度空间来描述一个地球的坐标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在打行应用上面我们最常用的坐标系统它包含了第一种地球中心惯性坐标系统 第二个地球中心地球固定坐标系统 第三个大地基准系统 那我们接下来会对针对这三个做介绍 这三个呢都是一个三度空间的坐标系 我们看第一个地球中心惯性坐标系统简称ECI 它是以地球直星为原点的一个惯性系统 那什么是惯性系统呢 是指不受外力或者旋转作用之静止或等速度运动的系统 就称为惯性系统 那在ECI这个坐标系里面 原点我们把它定义成地球的直样中心 它的S轴指向的是春分点 如图上的X轴 Y轴与S轴垂直于赤道面 是我们定义我们的Y轴 那Z轴呢就是指我们的地球的自转轴 所以由这个图上原星是地球直星 S轴是指向春分点 Y轴与S轴垂直的赤道面 Z轴地球自转轴 就定义出我们的SYZ三个轴向 那什么是春分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黄道面 黄道面就是指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面 那什么是春分点呢 就是指黄道面跟赤道面交线所指的方向 这张图中的中心点是我们的太阳 指向前面那个蓝色的那颗就是地球 S轴就是我们的春分点 那这个指向的轴 X就是我们用的所谓的S轴 严格来说ECI的坐标系统 它是受到非惯性力的作用的 并非一个真正的惯性系统 那这些非惯性的作用包含了地球之不均匀 还有它的妥求效应 月地效应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的操作时间是比较短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把ECI系统可以试做一个惯性坐标系统 那ECI坐标系统也可以称为太空固定系统 因为它的S轴是指向太空中固定不动的恒星 所以这个ECI系统它适合在什么地方呢 它适合用在描述跟分析卫星轨道的运动 因为它的物理特性可以符合牛顿运动跟重力场的定理 所以ECI系统本身它是适合用来分析卫星轨道的运动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很重要的叫做地球中心地球固定坐标系统 ECF 那一样我们要来定义它的三个轴向 它是以地球的质量中心为圆点 而且它的三个坐标相对地球是固定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ECF的坐标系统 它的原点是假设在地球的直向中心 它的S轴就是指向格林威治的直五线 它的Y轴呢我们是把它设定在与S轴垂直于的赤道面 它的Z轴呢就是设计在地球的自转轴上 所以从图上面看到可以有三个轴 S轴、Y轴跟Z轴 这样图代表了ECF的坐标系 那因为ECF坐标系统会随着地球自转而跟着转动 而且呢地球自转的速度并不是固定的 因此ECF并非惯性坐标系统 但是这个坐标系统它相对的 它是非常适合用来描述地表附近的位置 那待会我们后面会把这个坐标系统跟下一个大地坐标系统做个结合 第三个坐标系统叫做WGS84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标准也就是我们GPS所采用的 GPS采用就是WGS84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是由美国国家影像与测绘局所颁布的大地基准 由于地球的表面的不规则 它的正式形状在赤道地带略有膨胀 而在两极地区略为扁平 所以地球是一个椭圆球 所以利用一个椭球 采用一个参考椭球来描述地球的表面 那有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说最下面是所谓的参考椭球面 中间有一个大地水准面 跟最上面的地表面 那因为地球表面它并不是规则的 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 那大地水平面之正高H大H 跟参考椭球面高度的小H 会随着大地起伏的N而易 它的关系是大N就会等于小H 减掉大H 那在大地基准系统中的定位 通常会用三个参数 就是大地维度Phi 精度Landa 还有椭球高度小H 这三个是在大地基准系统中 描述一个位置的三个参数 所以可以从图上面看到 这个S小刮弧P'Z' 就代表我们某个对位点 会等于S刮弧P加上H乘以cosph Z加上H乘以siph 用这个公式可以做一个对位的描述 那根据我们前面 我们这个大地基准的坐标表示法 Phi Landa H 可以跟我们前面的ECEF 进行一个转换 那这个式当中的这个R 小刮弧E 就是ECEF的坐标 SE Y1 跟Z1 它就会等于 后面的参数 这个向量 里面用的三个参数 分别就是N加上H乘上cosph 乘上cosl 这是对应到SE的坐标 是对应到Y的高度 N乘上1-1的平方加H乘上sideph 就对应到地球固定坐标的Z1 以上三个就是我们对大家介绍的坐标系统 其中WGS84就是GPS使用的坐标系统 那我们接下来要帮大家介绍的是时间系统 因为GPS它本身除了提供对位的位置之外 速度还有就是做时间同步 所以时间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那目前在地球上面计算时间的系统有很多种 不管是哪个系统 基本上都是以天体和地球相对的运动关系 来作为时间计算的参考 那我们看第一个分类方式 叫做世界时 就是UT 世界的时间UT Universal Time 它是一种以格林威治指线开始计算 并经由相邻两次太阳经过中天的平均时间的间隔来计时 那因为地球自转的速率并不是固定 再加上公转效应 所以呢UT 时间时它并不是一个均匀的时间系统 为了解决这个影响 国际天文联合会定了三种系统 叫做UT0 UT1 它考虑到 后面加一个Delta Lambda 是加入了地球 极轴摆动的修正量 就是一个偏移量 还有UT2 它加入了地球自转速率的季节修正 那第二种类的时间系统 叫做国际原子石 简称TAI 它是经由分布在全球各地 约130种原子中 经过对时之后 所建立的一个均匀时间系统 是目前通用的时间参考标准 其中它是用摄133原子中的周期 来定义出一秒钟的时间 第三种时间的系统 叫做UTC 协调世界时 主要是以国际原子石 就是全面那个 的秒长为单位 在时刻上尽量接近世界时 那UTC 目前是最主要的世界时间标准 那在GPS里面 它的时间标准就是使用的UTC 那在使用过程当中 为了确表UT1跟UT4之间的时间差 低于0.9秒 所以必须加入论秒 来修正它的误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全世界 目前常用的时间系统 在世界时间系统里面 包含了ST 恒星时 平太阳时 跟世界时UT 还有 直星动力时 地球动力时 TDB TTT 还有我刚刚帮大家讲的 TAI 国际原子时 是由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标准原子中 统计分析而得 再来呢 是UTC 是目前全世界国家采用的时间标准 那最后一个是GPST GPS Time 针对GPS系统所建立的专用时间系统 是以美国海军天文台USNO的标准时间作为参考 GPS时间 它是一个连去时间 不用做论秒的调整 那针对不同的GPS的系统 Galier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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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北斗的系统 它也有针对时间去做不同的规划 如这个表所示 在这小页当中 我们首先针对 坐标系统 进行介绍 那在GPS里面是用WGS84这个系统 那 后来呢我们针对时间系统做个介绍 那在GPS里面 它参考的是GPS Time GPST的一个架构 来做时间同步的应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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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